這個BNT疫苗採購的進度 那台積電還有鴻海以及永齡 永齡的慈善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在昨天是同時宣布 已經各完成了500萬劑BNT疫苗的採購 並且是要捐贈衛福部疾管署 作為我們的防疫來使用 那預計最快9月底的時候 就可以按照這個德國原廠生產的排程 那以及台灣我們接種的狀況 依序送抵台灣 那現在也指出了 慈濟基金會也傳出了好消息 將會在最短的時間內也會完成簽約 那永齡慈濟台積電 合計現在是1500萬劑的BNT疫苗 能夠同步來分批進到台灣 歷經將近兩個月 台積電鴻海終於簽到BNT 各購買500萬劑 從疫苗到冷鏈得花費1億7500萬美金 相當於49億台幣 合計1000萬劑BNT 兩家公司得耗資百億 這個疫苗一定是會留給學生先來打 BNT何時能到貨 外傳原本7號就要簽約 但蔡政府沒批准 一拖就拖了4天 生產完以規定花6到8週靜置檢驗 力拼9月疫苗 從德國原廠直送台灣 上海復興在聲明中強調 合約是否成立 受制於當地的使用貨批 意味需要台灣政府批准 難道蔡政府還在擋BNT 郭台銘表示大陸北京沒有任何政治干預 一切回歸商業談判 既然有商業模式可依循 蔡政府為何一年來打死不買BNT 拆穿了民進黨的謊言 從頭到尾都是把所有買不到疫苗的責任 推給北京 民進黨就是一頭傲慢的驢子 人民怒火燒到哪裡 它綠燈開到哪裡 這回買到的BNT疫苗 一劑30美元 加上冷鏈運輸成本 平均每劑33美元 比起之前蔡政府讓東洋爆價的38塊美金 甚至衛福部直購要花一劑43塊美金 價格竟是天差地別 陳時中當時還說 哎呀我眼睛從來沒看過31元的價格 結果現在彈出來的價格 就是31到33元 我以前的眼睛沒有看 沒有辦法看到現在的結果 如果當初早買BNT 就可以多挽回因染疫葬送的生命 蔡政府可以答不出 為何民間買可以又快又便宜 但拖延採購BNT 全民恐怕都清楚政府適合居心 集中的明林沛傑台北採訪報導 那郭台銘他其實在12號的時候 也在臉書上面發文了 他就表示努力了49天 終於是買到疫苗了 他還特別強調說北京當局沒有干涉 那現在前立法委員郭正亮 他就表示了郭台銘之所以 他花了這麼長的時間 主要就是政府的三大原則在黨 那就包含了原廠的標籤 還有產地直送都是不免有意識形態作祟 那郭正亮他還拿出了新加坡來一起比一比 那他就說了新加坡只有一個要求 那就是原廠製造 他們就強調實用主義 所以希望民眾是能夠儘快打到疫苗 你明明就是疫苗政策錯誤 或者執行力太差 可是他不想為這個道歉 所以他就開始要轉向別的故事 轉向別的故事就是 就是那個 很容易取代馬維拉的這個 中維拉就進來了 共維拉 共維拉 那他就講到了兩個邏輯 事實上你去看他怎麼佈局 後來總統府 我覺得總統府真的是想要處理問題 可是因為黨內確實也有一些人 堅持一些意識形態的眉眉角角 所以後來不是提出三個條件嗎 對 原廠製造 然後原廠標籤 直送台灣 對不對 你有沒有發現新加坡只要求第一點 對 對不對 只要原廠知道哪邊來的無所謂 貼什麼標籤沒關係 對 那台灣就堅持一定要原廠標籤 那後來你才對比新加坡 你才發現原來新加坡 雖然是跟美國輝瑞買的 結果人家拿到了是復必泰 對 6月23號對不對 新聞都有 你就看出新加坡的實用主義的態度 對 他就認為我趕快讓老百姓打疫苗 更重要 對 比那個標籤的意識形態更重要 當然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因為你要扯那個標籤嘛 那上海復興當然會有意見嘛 所以就來戳這件事嘛 戳戳戳 這件事就戳了一個月 我現在還沒有講印 印刷應該很快啦 那可是就是戳這件事 那後來就是 我們的標籤就沒有復必泰 也不是community 而是 bnt-forsen forsen就復興嘛 對 就只有英文啦 那是差了這個啦 這個是第一點 就為了要改標籤 因為他說一定要原廠標籤 原廠標籤 意義到底 我就跟你講 那個事實上對德國bnt 或者美國輝瑞來講 他覺得復必泰在上面 因為復必泰就是未來中國 大概九月之後 在中國生產就叫復必泰 對 然後港澳模式也是復必泰 對 然後他就說 反正這個只是在各國 不同的稱呼啦 對實質內容又沒差 反正是歐洲製造嘛 對不對 好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直送台灣 嗯 我們就又想要占便宜了嘛 我們就說 我們派華航直接去德國拿回來好不好 你知道這個議題嗎 那這個議題上海附近 當然又有意見了嘛 他就說欸 華航是國土的 主權的延伸嘛 國航 對 因為你走過 你訪問過 你跟著總統訪問你就知道 那個華航飛機上面 不管在哪個國家 那是我們的領土 對 因為它是國航嘛 它不是長榮嘛 對 沒錯 所以就是領土的延伸嘛 對 人家會看不出你是要幹嘛 這有點搶人所難 這真的是 你說上海附近 怎麼可能同意這件事 所以後來就又說 不然這樣啊 用德國的DHL貨機好不好 嗯嗯嗯 所以你就知道在忙什麼 所以我跟你講 在喬這些啦 我就跟你講 在喬這種問題 因為總統府那三大原則嘛 原廠製造是沒有爭議的 對 就一定要在歐洲生產 那就是說原廠標籤 那這個標籤 不能夠跟在港澳出現的一樣 復必泰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最好是不要出現中文啦 大概是這樣 那第三個就是直送台灣嘛 那我們本來想要插華航進去 現在政院也是宣布了 今年將會加碼採購莫德納 那明後年還會再購買 1500萬劑的次世代莫德納疫苗 但是這個速度恐怕還是 趕不上民眾施打的速度 因為指揮中心宣布了登記要打疫苗的第九 以及第十類的民眾 你前三個禮拜你只能夠打AZ疫苗 沒有莫德納這個選項 那藍英就大罵了說讓民眾選 其實根本是謊言 就是因為今年莫德納採購不足 那蔡政府根本就是變相的逼人民打AZ疫苗 民眾衝進里長辦公室說要打莫德納 兩百七十二萬人登記打疫苗 高達六成民眾只選莫德納 堅持只選AZ的九百分之二點六九 政府說要加碼採購莫德納 尋求今年再加購一定數量的莫德納疫苗 另外明年後年我們也預計購買 至少1500萬劑次世代的莫德納疫苗 但就怕加碼採購已經來不及 因為指揮中心宣布 已經登記施打疫苗的第九和第十類民眾 前三週只能打AZ 但目前台灣手上的疫苗 莫德納和AZ都剩下一百多萬劑 再也擋炮轟 因為今年莫德納只買500萬劑 AZ卻買了1500萬劑 政府只好拼命要百姓幫忙消化AZ 自主選擇權全部都是一個空話 強迫民眾去施打AZ疫苗 不把趕快把AZ把它消化一下 日後不就是完蛋了 不就代表我政府的決策做錯了 網友炸鍋痛拼 難道打莫德納不算覆蓋率嗎 只能拼AZ 就是吃定百姓怕以後沒疫苗打 再怕AZ也只能硬著頭皮打下去 弄個意願調查 假裝好像民眾可以選擇 實際上根本就沒得選擇 在野黨說莫德納今年起碼要加購1000萬劑 但就連明後年政院還是只願意各買1500萬劑的次世代 莫德納 若疫苗覆蓋率要八成 每個人兩劑就要3680萬劑 剩下的一半 難道又要全民打怕的要死的高端或AZ 他的心中還是國產疫苗嘛 他一定要扣一個QOTA給國產疫苗 如今莫德納採購不足 指揮中心說兩劑施打間隔要從四周拉長到十周 專家說恐怕會讓只打一劑莫德納的百姓 擋不住變種 病毒來襲 記者林正堅 陳慶儀台北 聰報道 另外來看到加一市有一名警局的小隊長 他上個月接種了AZ疫苗之後就出現了血栓 一開始是發燒跟腳麻 那7月8號的時候被送醫 下半身居然是有四條動脈都塞住了 轉院之後二度手術 取出長約五公分的血栓 但是手術之後 情況依舊是危急 在家務病房觀察當中 而在台南也傳出有兩例打莫德納疫苗之後 死亡事件 支付員警執行空檔也趕來打疫苗 但加一是發生 有員警打完AZ後 血栓 情況危急 他在外縣市的醫院就醫 那是否會通報疫苗不良事件 我們會尊重該院的醫師做專業的判斷 是否算疫苗不良事件 衛生局態度保守出狀況的 是嘉義市警局保安隊的無姓小隊長 上個月19號打完AZ後 就發燒腳麻 醫師只開藥吃 症狀持續到7月8號變嚴重 小隊長緊急送醫 發現四條動脈血管多發性血栓 手術急救後轉院台中榮總 前天二度手術 一度取出長約五公分血栓 人住在家戶病房沒脫離險境 但報紙AZ疫苗台南也傳出疑似打了莫德納 猝死案例 相驗結果認為這兩位民眾的死因 都是心血管疾病致死 台南64歲裝飾男子 10號接種 隔天在家感覺胸痛 呼吸困難後失去意識 送醫急救人不幸死亡 另一位是70歲婦人 11號上午接種後 下午就頭暈去休息 兒子傍晚去查看 卻發現媽媽失去氣息 想眼後出盼都是心血管疾病致死 台南市衛生局統計開打以來 打AZ疫苗後死亡有18人 莫德納3人 隨著死亡案例越多 也讓還沒打到的民眾 心情更加忐忑不安 記者嘉義台南綜合報導